我们一起来学习画画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螳螂的画法 那么螳螂呢又叫做刀狼 它呢在昆虫世界呢是一个大家族啊 世界上分布很广 那么有一千多种以上啊 千种以上 它的体型特别特殊 它有两个大家非常熟悉它的形象 它的代表非常有代表性的特点 就是它有两个 大大的这样的大刀哈 所以我们又称它为刀狼嘛 它是一个异虫 它能捕食很多的害虫啊 那么它呢就是我们画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分清楚冬天的螳螂 和夏天的螳螂啊 冬天没有 春天的螳螂小螳螂 和秋冬这个成熟 秋天的时候 那个快要入冬的时候这种螳螂 和夏天的螳螂它是有不同的啊 特别是春天的螳螂 它是比较小的 它的尾巴是翘起来的 那画春景的时候要注意 那么我画这个螳螂呢 是我们现在应季的螳螂 就是说秋天的末尾了啊 你中秋节已经过了嘛 已经秋天的末尾了一个螳螂 它非常成熟 因为这两天呢 就是我们这里放国庆节假 我就那个跟朋友们一起出去了一下 到了这个野外 就正好看到了这个螳螂啊 看到了这个螳螂 除此之外呢 我还看到了一个非常代表这个 秋天的这样的一种花卉 就把它俩组合在一起了 你看这幅画就是啊 跟这是一样的啊 就是啊 这个就把它组合在一起了 那这个花呢 就叫鸟花 我想朋友们 就小时候呢 在农村生活过的 很多朋友都见过这种花 它的形状呢 呃就是非常像一个狗尾巴草 我们这里农村呢 叫它叫辣草 就是有辣味的 它这个本身呢 它是可以入药的 它呢就是在 大家都知道 辣椒是明朝才传入我国的 那么那么在这个明朝之前呢 我们常常用这种植物呢 作为辣调料 一种调料 它是有一点点小毒 但是那个 它的嫩叶是可以食用的啊 可以食用的 它的根茎也都可以入药的 那么在很多古诗里都提到过 这样的呃 这样的花卉啊 这个叫鸟花 这个叫鸟花 那么这种呢 在诗经里都提到过 说山有桥松 习有游龙 说的就是 这个游龙啊 说的就是鸟花 说的就是说 它在呃 有水的地方生长 水的旁边生长 对吧 小溪旁边 小河旁边 它迎风飞舞的样子呢 特别像这个游龙 呃 又说十分秋色 五分了 说的就是 秋天开的这种花 这就是代表实力性的 这种 中华 螳螂这体型比较大的啊 这种螳螂 还有这种鸟花 都是代表秋季的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一画 这个螳螂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螳螂的结构啊 螳螂的头部呢 类似于一个三角形 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 它的面纹特别多啊 也面上纹路特别多 我们把它代括成这样啊 我们先看 这是它的触角 大家非常了解了啊 那么我们要特别讲的 就是它有两个 大大的副眼 有两个大大的副眼 除此之外呢 大家看 这是它两个 这的有两半 像个大牙一样 是吧 是不是有两个 像大牙一样的东西 那这两个呢 就这个啊 这两个 像大牙一样的东西呢 这个是它的上唇 是它的上唇 嘴唇啊 然后左右两边 有个小虚虚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仔细观察这个糖 它会不停地动的 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恶虚 就像人的胡须一样 叫恶虚啊 然后这个是它的背 这是它的腹 大家都知道 昆虫分为头 胸 腹 三部分 那这后面呢 我把它称作为 它的背 然后它有 昆虫嘛 都是有三对族 三对族 就六个啊 它的翅膀呢 这是外翅 然后下面还覆盖着一个 有内翅 内翅啊 它的颜色呢 嗯 跟这个外翅呢 有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它呢 就比它稍微小一点的 比外翅稍微小一点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 它的腹部 它的腹部 腹部它那个 一节一节的啊 像蜻蜓一样 是吧 这样一节一节的 可以清晰看出来 一节一节的节啊 然后看它的 它的族上面 有一些小小的虚毛啊 有一些 这个呢 你看 这些都是它的 刀刃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就是它 用来捕获害虫的啊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画一画它啊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 怎么样进行创作 你看这是我画的一个线稿 这是一个线稿 刚才我说了 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呢 我们加上花卉 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觉得有一个呼应关系 秋天的螳螂 秋天的花卉啊 非常应景的一幅创作 下面呢 用彩线轻轻的涂抹了一下地面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说 怎么进行拷贝啊 这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 怎么样拷贝 这是一个知识点 我们可以拿比较粗的 粗的笔 这个是我用的是 这个是2B的铅笔 如果你有5B的 就更好了 当你换完一个线稿的话 线稿之后 当你换好一个线稿之后 你看这个纸是很厚的 我用的是速写板 怎么办呢 你看我 我我这个 把它翻过来啊 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拷贝啊 把它翻过来啊 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呢 就可以啊 在它的反面啊 用在它的反面 看 这个反面 老师我透不过去 这个透不过去 可以怎么样 你把它放在这个 我拿个拷贝箱 我的拷贝箱 大家可以看到吗 现在我放了一块拷贝板 拷贝板 这是块拷贝板 如果家里没有拷贝板的朋友呢 你可以家里有没有那个玻璃的茶几 你在下面放一个手电筒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家里 连玻璃的茶几也没有 你就把它放在 白天的时候 把它放在窗户上 窗户上 透明的窗户上 你把这个纸往上放上去之后呢 看 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它的画稿了 可以看出来这个 上下放 它不是有点厚吗 你看不到 把它放在拷贝箱上 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这个画稿了 对不对 你画在这个 你前面画的这个线稿 就会透过来 然后你拿这个铅饼啊 把这个顺着原来的纹路呢 都给它描一遍 这样全部描一遍 这是我走过的啊 这是我全部走过的线 全部给它描一遍 描一遍之后呢 怎么 然后把它翻过来 好 这时候我用的是一个 比较粗的笔啊 大家记住 这是我用的一个 比较粗的笔 有5B6B的铅笔 就更好了 那么你这面 是不是已经带上有签了呀 这面是不是有签呀 然后呢 我就 找一张这样的纸 让它够明亮 四下 然后把它拿下来啊 你看这个拷贝 我把它拷贝过来 把它翻面 反面呢 给它用铅笔涂上 涂上之后 这是一张白纸 对吧 这是一张白纸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上 找一根细一点的笔 我这我找的 这个笔比较细啊 我要一个淡淡的纹路吗 对吧 我就顺着这个原纹路呢 给它再描一遍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吗 可不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留下了这个印记 可不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很淡 我把它放得很近了 淡淡的 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 跟我们刚才这个草稿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这个 拷贝的 拷贝完了 这样的一个淡淡的纹路 你就可以画彩前 就比较上色 就比较方便了 而且我这个 可以重复拷贝很多次 对吧 我这张画完了 我还可以拷贝一下 然后这张 我配的是这个鸟花 对不对 我可以下一个 下一张 我不配鸟花 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配一个洋葱 是不是 或者配一个白菜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这是我们进行 创作的一个方法 这种这个方法 教给大家 这个是我们 这个拷贝的 用拷贝箱的方法 这是用拷贝箱的 其中一种方法 这个是 我们今天就来 画一画这只螳螂 画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 自由进行创作 就像我一样 大家可以找一个 刚才说过了 你可以找一个 透明的玻璃 下面放上手电筒 就是拷贝箱了 就是拷贝箱了 找一块玻璃 下面放上手电筒 就是拷贝箱了 那个茶几 或者是直接把它这样 这样竖着 放在玻璃上 你把它反过来 比如说这是玻璃 你把它反过来 就把它放在这 对着瞄一下 然后过来再拷贝 这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拷贝箱 向着它关上 这个就叫拷贝板 拷贝箱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这是拷贝箱的一种用法之一 还有其他的用法 回头再给大家讲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画一画 这个螳螂 拿出我们的拷贝箱 拿出我们的鉴笔 好 我们画在 我们把这个螳螂呢 画在右下角 右下角 你看 如果把这张纸 这张纸分成 如果田字格给它分的话 你看这样分 我是这样构图的 打个比方 这是个田字格 我要把这个螳螂呢 给它放在这个块里的主体部分 然后这边呢 放的是鸟花 对不对 这是我的构图方法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螳螂 放在右下方 右下方 好 我把我从头部开始起 我们画这个螳螂 它的体型虽然比较大 但是它不要太大 不要超过整体 不要超过长过10公分 一般最大的螳螂 也就是19公分左右 但你可以比圆大 稍微大一点10公分 但是再大了就像怪兽了啊 我们如果想画的 比较写实 就不要跟它原来的这个物品呢 差太多 我们可以用三角形 先给它概括一下它的头部 然后在中间呢 画出它的头的部分 像一个小的半圆 好 我们快点画啊 画一个小的半圆 好 这是它头部的基准 然后左边呢 再画一个像一个发剂一样的半圆 右边呢 再画像一个发剂一样的半圆 这个呢 就是螳螂的那个 副眼 大大的副眼 不要画太大啊 一定注意你的构图 好 然后上面呢 有一条弧线 我们概括一下它的头部啊 下面呢 这是它的两个上唇 好 画到这里呢 就是螳螂的头部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 再往下一点 能看清吗 可以 再摆下一点 好 马老师刚才挺好的 那行不行 不用往下 往右一点 往左一点 往左一点 好 这样好 这样好吧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 好 对 接着往上一点 好 再往上一点 可以 对 上面 嗯 上面 上面是小圈 好 这样好了 好 放在它的右下 这个纸 你看这个纸 这个线也可以 可能进出了 我就大概勾一下图啊 我把它放在这的 看这的右下方啊 这个这个纸的右下方 好 我们现在画一条线 斜着大概像45度啊 你看 画一个45度 然后呢 以它 我从它这个基准 开始画背部 上面有一点小小的曲线 下面像一个W的形状啊 这个地方像一个W 是不是 它像一个W的形状 你看它的头部和胸部 我们就完成了 好 然后我们看它的身体啊 头部身体和它的 就是身体 就是它的腹部 我们先用一个椭圆形 来给它表示 它的腹部 特别是啊 我们画螳螂的时候注意 螳螂分为公螳螂和母螳螂 对吧 它的体型较大的 体型较大的 往往是母螳螂 特别是那个母螳螂的腹部呀 非常的大啊 马老师你把画再往左一点 好吗 好的 哦 这样看见了 哦 这样看见了 往上一点 往左一点 对 这样吧 哎 这样好 再往这边 好 这样的啊 因为这个螳螂要画得比较细致一点 所以我把它镜头给它拉得比较近啊 希望大家能看清楚一点 那螳螂呢 特别是画秋天的螳螂 我们往往表现那个螳螂的那种有力 所以我们我觉得 大家画里常常凸显那种肚子大的一种螳螂 它都是那个雌螳螂 也就是母螳螂 那么它的螳螂呢 它特别是秋天的螳螂 它在秋天是完成它的 求偶的过程和生产的过程 对吧 然后它在交配过之后 它的肚子就特别的大啊 肚子就特别的大 然后体型也是最大的时候 秋天也是体型最大的时候 这个熊螳螂的个体就比较小 大部分啊 绝大多数的螳螂 熊螳螂 它的体型就没有 没有这个雌螳螂大 你一看这个 在特别在同一块地里 那个体型大的 它一般的都是 95%以上的可能 它都是 它都是 祠堂了 它有一个很大的腹部啊 门把主分开啊 它分为上腹部和下腹部 也不要太大 它像一个菱形 大家先画一个菱形啊 初步 然后呢 你看我把上面给它分一下 这是背部 看它有一个 比较壮壮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腹部啊 肥大的一个腹部 脑子黑一点 朋友们看得清一点 这个真爱色 这样画 好 这个地方啊 靠近尾巴的地方 它有一个尖 把这个劲儿画出来 前面那个嘴巴 这个地方不是叫恶虚吗 尾巴这个地方叫尾虚 好 你看啊 我再讲一下 我拿笔给大家标一下 红色的啊 黑色的 黑色的拉清楚一点啊 看我用这个笔啊 你看 哎 这是彩铅啊 彩色铅笔 哎呀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只不过这个架子在这 特别畏生 挡着我的手 这个地方 它是 这是 我们画这个画面中 只能看到它的 只能看到上面这个尺啊 我们画的是 它盖住了它下面这个尺啊 你看 它盖住了它下面这个尺绑啊 它是这样的 你看 啊 这是这是后边这个尺 这是前面这个尺 这个是 它有一个 这样画一下 这一笔啊 这一笔画下来 是为了让它有一个 厚度 看这一笔下来 是为了让它有一个 厚度 就是盖住 它下面还有一对尺 对吧 它引在了上翅的下面 有一对尺 昆虫大部分都是两对尺啊 大部分都是两对尺 昆虫是两对尺 是它的特征 好 看这是它的尾巴啊 下面呢 其实下面我们应该怎么样 画完所有的之后 应该拿铅笔啊 把它所有的银行给擦掉 然后重新拿那个 采迁进行 采迁进行 再勾一下 然后画面会更加干净 或者拷贝也可以 好 然后我画两个前腿 好 先画两个 在这个地方先画两个 这个小方块 小方块 然后你看 先画出它腿的这个形状啊 它的腿呢 没有关节 它没有 不像人那样有 有那个 但是它有转折呀 它也有转折的地方 对不对 它是有弯啊 对吧 你看我们把这个窝先给它画出来啊 先把这个窝画出来 这个在前 这个在后 对不对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然后呢 我们把它画成 这是它的骨啊 咱们画的是 起形的方法啊 把这个也给它 起出来啊 这儿有两个条 中间的 腿和后边的腿 在这个部位啊 腹部的前面出来 然后先把它的整体构造化出来 也是结构啊 往前伸 一下 在这个地方转折 在这个地方转折 这个是往后走 后腿是最粗壮的 棋牌石的许多画中啊 前段时间我们画蝉是吧 然后棋牌石的好多画中 都画到我螳螂 对不对 提到了 画很多小螳螂啊 大的 小的 然后还有痘的 痘的 还有在一幅画里 以螳螂为主的 还有 以螳螂为主 并且也有其他的辅助的 其他的昆虫呢 都有 是不是 它也是常常会画的一个主题啊 增加这个画面趣味性的一个主题啊 我们先把这个骨架给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以它为中心 然后向两边开始画你的那个腿的这个结构啊 你看啊 我们先把它总结概括出来 就中心 把它的整个走势 就先给它画出来 然后再去走细节 好 我等一等大家 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我们 慢点画啊 它没有关节 但是它这个转折处呢 一定要注意啊 它转折的地方是我一定得注意 它一定是靠近身体的这一节呢 这个特别是螳螂 我们所谓它叫刀螂 要把它前面的这一节呢 给它画的 特别是前肢的部分 这个刀呀 给它画的特别的形象啊 啊 好了 我们先画 开始画一画这个刀吧 好吧 大家画这个刀啊 然后呢 这个这条线呢 顺着刚才我们起过这个形 开始 你看 我们有一点点 有心里有这个数字 我都可以进行曲折的变化 你看 这就可以弯一点 看我转折这个地方啊 我就让它弯了一点 你看 是不是弯了一点啊 然后呢 把中间加一条细细的线 给它分开 看 这样它有立体感啊 然后前面这个刀呢 我们上 顺着这个它的结构啊 看 这是上刀 刀的上部 然后呢 往下来 哎 这个地方粗啊 往前呢 越来越细啊 哎 把这个大刀给它画出来 对不对 大刀画出来之后 注意这个连接的地方啊 连接这个地方 看这啊 跟这个上面这个骨骑 连接的地方呢 我画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看 看到了吗 看到这儿了吗 是个小小的三角形啊 好 画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看这儿啊 这有个尖角 把这个尖给它画出来 把这个尖画出来啊 我拿彩线直接画吧 黑一点 好 从这儿啊 从这儿开始啊 然后往下走 往下走 彩线直接画 大家看得更清楚 黑一点 好了 你看 它的第一个大刀 我们就画出来了 其实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的结构 还有一个小 爱着它的大刀 好了 那它大刀 这个结构 整体出来了 我们再给它把它细化一点 你看 这个 这个上面的 还有一些小小的 不要画太整齐啊 长长短短的 就三 后边的稍长 前面的稍短 三 两根长 中间加两根短的 再有一个稍微短点的 再加两个更短一点的 让它稍微有点 不太整齐 然后把它这个刀刃呢 给它画出来啊 螳螂的刀啊 然后我们看后边啊 这是后边这个 这条胳膊啊 像它的胳膊一样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刀呢 也给它画出来 就像有一点点的 遮挡关系 这是带热的 那个地方啊 然后呢 好 看 这是后边这个刀 让它有一点点的 遮挡关系 看 前面的这个刀呢 挡住了后边的刀一点点 好 这是前面的两个 两个胳膊啊 把细节呢 再有点丰富一下啊 好 背部呢 我给它再加一条线 更加有立体感啊 胳膊上也是三条啊 让它有一点立体感 好 前腿呢 前腿呢 是具有代表性特征的 它的两个大刀啊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 躺臂当车 那它想挡住车的去路 那它想挡住车的去路 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所以螳螂 在我们 虽然它的这个 呃成语呢 常常带有自不量力的意思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它也是非常的勇敢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中间这条大腿啊 中间这条腿啊 看 刚才我们画了个小方块 然后在下面又画了个小三角 对不对 小方块加小三角 然后我们再画这 再往前走 跟着这条螳螂画的这个补线 然后往前走 往前走 看 到 我们相当于说 转折关节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没有膝盖的啊 它没有膝盖 但它有关节啊 关节这个地方 它得转呢 然后下面这条更细一点 比上面这个 你想想 人的小腿 也是没有大腿错 对吧 所以很多那个 是有相似之处的 这个细一点啊 下边这个要细一点 而且要越来越 细 那么这边呢 就挡住了 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脚呢 它是六 六足嘛 这边这个挡住了 就只画一部分就可以了 在这 是不是只画一部分啊 看 它已经 已经越来越 进行成功了 我们往后 再画一个长的 长方形 再加一个小圆圈 我们要画出来 它最粗的一条腿了 在腿里边是最粗的 是不是啊 它画这条最粗的腿了 这个腿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截面 图圆形 好吧 涂黑 它小腿也是比较 在所有的里边 它是比较粗状的 加点小小的虚 好 这是它最粗的一条腿了 1 最粗的一条腿 内面的那一条 这边还可以看到一点点 好画到这里 他的雏形是不是就快结束了 对不对 已经稍有雏形了 他的身上还缺少花纹 然后他头上还缺少触角 待会我们把这一天就好了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形态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画画他 先画他的肚子吧 把花纹留到最后 画肚子 腹部 看腹部 我们从中间给他分开 看从中间 这样先分 像画左边的小括号一样 像画上一截截 像画左边这个小括号 你看左边这个小括号一样 这样把它分成一截一截了 分成一截一截了 分成一截一截了之后呢 然后挨着这个线 从这开始呢 虚近实出 两边轻一点 中间是点 这基本上连成一条线 基本上连成一条线 但是他是虚的 不用挨住他 虚一点 过去 这是他的腹部 好 然后呢 我们这样画他的两条须啊 点一下 在这个头上 这个中间这儿 先点两个点 好 在这个地方先点两个点 这是他 这个头部啊 回来看头部啊 看头部这个 这儿有两个点 点两个点 这个两个点呢 是这个 他的这个处须长的地方 如果有风的话啊 表现有风的话 你可以顺着这个风往后画 对不对 然后我要画没风的状态 发现有一个 非常那个跟人 好像跟画外的人 打招呼的一样 这样的一个 情景的话 我就往这边画 你看 这两条线 离得比较近也可以 离得比较宽也可以啊 我觉得他有点平行 是不是分开一点 更好看 这样 倒着画 再往这边拉 是不是更好一点 拿过来 离我太远了 画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灯啊 正好挡住我的手 这个换了一个这个 架子 特别不好 原来那个架子 也画 这样 让它分开一点 这两个须啊 让它分开一点 更好看 这样分开一点 更漂亮 你的 这个架子正好顶住我的鼻子 好 就这样画啊 从这个地方点 然后你往上走 然后手这样 滑上去 自然的上面就情 下边就重 是不是啊 你想想 你往上这样滑 它一定是 到上面 你的手 没劲 伸不上去了 它一定是 下边重 上边情 对吧 好 我们看它身上的 这个地方啊 先画一画 这个须子 然后画了 它嘴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大牙旁边 注意它出来的地方 是哪啊 好像一个大牙一样 两个大门牙一样 这不是它的牙 这是它的上唇 在这个两边 出来一个小须须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就可以了 然后 它头部呢 它的造型呢 基本上就这样 就算完成了 然后那个 其他的 就是画它的身体啊 它的腹部上面 腹部上面呢 这个地方 一定要 一定要耐心 看我 你看 这是你先功力的地方啊 尽量画的 慢慢画 你慢慢画就可以 你看这样 慢慢画 这是你精致的地方啊 工笔草虫 你要画工笔画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啊 工笔草虫 工笔草虫的地方 就在哪里看得出来 这 这不是斜着往上画的吗 对不对 这边呢 是斜着往下 哇 它跟它对着的呀 对吧 画到这 可不算结束呢 下面有一个地方 我拆开给大家 整张纸 放一下它工笔的草虫 看它身上的纹路啊 现在它身上的纹路不是这样的画出来了吗 然后是这样画出来的 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画出来了 对不对 就像这样 我们画的比较精致 这个地方画的比较粗广一点啊 比较粗 然后给大家为啥放大 因为我要画上的纹路要放大给大家看 待会大家画精致 大家以前我们画砖的时候 画墙上的砖的时候是这样画的 你看啊 我们从这开始 上面先不画 先把它分成一块一块 大家先停一下手中的画笔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 看 这个地方啊 先看一下 你看我化妆的时候 先画中间这一排 上面和下面都留一点 然后先这样画 这个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方法 就像 这样画完之后呢 下一排怎么画 找它的中间 往下画 找它的中间往下画 找它的中间往下画 当然不是正中间稍错一点 也是可以的 再往下画也是这样的啊 你看 找它的中间往下画 这个能不能看懂 这个能不能看懂 这儿如果能看懂 画螳螂的背 也是这样画 画螳螂的背上的花纹 也是这样画 就像我们在它的背上 垒了一个砖墙一样啊 看看啊 这个是比较细致的 这是比较细致的 画的比较细 然后我用笔也比较轻了 是不是 因为它身上的花纹嘛 你看 怎么画 轻轻的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 看到了吗 从两个一块一块 一块一个正方形的中间 往下画 这样画 你画着画着你就会画了 就找找感觉了 顺着它的方向画啊 不要垂直于纸面 要垂直于它的身体 这是表现它工细的一个地方 你看 它身上的花纹就这样画出来 上面也一样啊 上面少就没画几笔画完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看你学会了没有啊 我再说一遍这个地方啊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它就像垂砖头一样 它就像垂砖头一样 再说一遍啊 再说一遍 在它的翅膀上 画重一点 大家看得清楚 斜着画上了它的 翅巾 这个叫翅膀的翅 这个叫金条的金 把这个翅巾给它画上啊 画上之后呢 我们从中间给它分开 这个千万不要画得跟这个 这样画啊 一定要跟它的身体垂直 跟这条线 跟这一条线 基本上就是说它是垂直的啊 垂直的 然后第二次画的时候 就取这一块砖的中间部分 就像一块砖的形状吧 中间部分 再往下来 上面也是一样 再往下来也是处到中间的部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啊 这是翅巾的画法 翅膀的翅 金条的金 这是它翅巾的画法 翅巾的画法 看这里 在这里啊 它翅巾的画法是这样的 你把它画成小小的 越小越精致 它越好看 你可以接着往下画 画得更小一点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 这些地方 我说的这些地方 好 好画完了之后 这个线稿你就有了吗 你就有了这个线稿了 你这个线稿你画完了之后呢 你想把它固定下来 你可以拿你的勾线笔啊 拿勾线笔把它勾一下 拿勾线笔勾一下 你这个线稿就固下来了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线稿 就像我这样 然后你把这张线稿保存下来 就可以重复画 就像我们用拷贝的方法啊 版面拷贝的方法 可以得到无数张 和你这一张第一次起稿 一模一样的螳螂图 但是呢 如果你说我就画这一张 我也不要再画其他的 再画其他的时候 我再起稿 你不想再画了 你直接在这上进行染色 也是可以的啊 直接染色也是可以的 我们说过彩千画的画法 都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画起好之后 怎么样 下部怎么做 拿橡皮把它轻轻的擦去 擦到什么情况为止 擦到这个纸上 留的叶 你自己能够看清 别人看不看得清都无所谓 你只要你自己能看得清 就可以了 我现在给大家说彩千画的画法 再次说啊 彩千 你画到这儿 你不想得线 要那个线稿 你就可以这样做 把它擦掉 擦掉之后 你可以擦得更干净一点 我为了大家看清楚 我就不再继续往下擦了 然后你可以拿笔 比如说我要画一个褐色的汤蓝 我就可以把它用这个褐色的笔 去给它描边 再描一次 如果我要画一个 这个绿色的汤蓝 我可以拿绿色把它描一次 拿绿色的边把它描一次 我现在拿绿色吧 我想画一个绿色的汤蓝 我就拿一个绿色的边呢 把它先描一次 下面呢 就是上色了 这是彩千的画法啊 下面就是上色了 如果你想画工笔画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工笔画 我画中的工笔仲彩 它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步 所有的工笔仲彩画 它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一步 就是把这个画稿给固定下来 然后拿墨 拿墨 然后或者是不用墨 就拿这个铅笔 把它描好了之后 好这就是我的写 这是我的稿子 然后我把它这个 我的稿子放到考贝板上 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放到考贝板上 上面蒙上宣纸 我用毛笔把它过在我的宣纸上 这一步叫过稿 你就得到了一个公笔画的白描稿 如果我不过稿 我继续往下画 我可以继续把它画成彩前画 所以说很多绘画是相通的 宋 包括宋朝啊 宋朝的那些宋画 工笔画中的鼻祖 他也画的时候 他也是要用 用用那个 他那时候没有铅笔 但是他也是要用 有白描稿的 他也有粉本的 好我们可以把这样就描一下 我快速的描吧 给大家一个这个方法 你要擦的比我更干净一点 如果你画的时候 你要擦的比我更干净 然后擦到你自己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这样一个状态 自己能看清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过一遍 这样你的画面就非常干净整洁 如果你擦不干净 他上面有这个铅笔的痕迹 铅笔呢 他是他是里边有石墨 是不是 他铅粉了 他很容易掉 你摸上去的时候 他就摸到手上 他很容易很很容易掉 所以呢 你在涂其他颜色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 跟其他颜色混合 然后这画面就会显得很脏 所以呢 我们要这样做 这第一步要擦掉 原来铅笔印的这个 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啊 看我们就把他这个这个稿子呢 给他全部拿这个小笔 再描一下啊 这是我们要要要上色的第一步 我今天先不画梁花啊 梁花也很简单 以前我们画过很多植物 应该能差不多画出来 如果画不出来的话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 好 这个差不多把它画出来了啊 画出来之后我们就上色 画之后我们给它上色啊 有的好朋友们 很多朋友们说 我就想看看上色 行我们来上一上这个色 然后因为这个螳螂 我要 我要把它涂成绿色啊 我因为我看到那天 看到那个螳螂 就是个绿色的巨大的螳螂 我没见过那么大的螳螂 都说那个螳螂是九厘米 我我我目测它十厘米要多 螳螂很大 我很受震撼 所以回来我就开始画这个螳螂 这个螳螂的图 不是我那天写生来的啊 这是一个螳螂的结构图 我是给大家分析结构的时候 用的一张图 这是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个图啊 但是那天我确实见到了一只巨大的螳螂 跟它很像 好 我用了一个 这个石色 把它下边呢 下眼边暗部的地方 因为光线从上面来 看我把暗部给它画了一条段 然后呢 我用这个 其实绿色 给它进行了一个过渡 进行了叠色 然后再用一个更浅的绿 再来一圈 看 这个立体感是不是出来 现在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不够 重色不够重 亮色 你看这是我留的高光部分 然后我这个地方是准备画这个暗部 但是我现在觉得暗部 这个熟褐色 这个褶石色不够 我要用熟褐色 你看这个颜色是比这个颜色更重一些 对不对 看着像黑色吧 不是 它这个才是黑色 这个才是黑色啊 这个是熟褐 这是褶石 那我就用这个熟褐色再给它加重一点 把暗部加重 只有暗部更重 亮部才会更亮 因为它对比关系才能出来 好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神器 我们说过了我们的小棉签 就是我们的 做一做 棉签 把那个棉签呢 头给它 我让它 因为我要做这个眼睛很小 我把它上面的这个棉花呢 给它揪去了一部分 让它变得细小一点 然后让它 我都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之后 我再叠加一次 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做 一步一步的去叠加 它才越来越立体 这个采迁的涂色过程是非常慢 而且这个非常慢 也非常这个有趣的 大家要耐着性子 边缘 我把这点点加重一点点 好 我们用浅色先画 把这个上 剔色给它大一点 然后画一个绿色的 这个绿色比较浅 把这个几个绿色也放这 你看 这个绿色比较浅 用完这个浅色呢 我放到这 换一个重一点 这很容易理解 这很容易理解 你看 然后再加一个重一点的 颜色 最后呢 我给它再过度一个 熟褐色 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下面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大家听到了 我撞那个直播架的那个声音 它就在 好 然后呢 你看啊 这两个上唇中间这个大 这个缝啊 我给它 像两个大门牙呀 它是它的上唇 对吧 上唇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给它 加重了一点点 然后呢 好 看它做起来 看它做起来 它的立体感什么都有了 颜色就出来了 对吧 时间足够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精致 现在我把它通体涂一下啊 先把它的基础色给它涂上 它的腿部 那这个地方 刚才我擦的多 没擦的没 哦 对 这个地方啊 刚才漏钩了 好 我们把这个主体的颜色 先给它铺上 轻轻地给它带一下 觉得有点变化 这种图的方法 就叫平图 然后我们再用不同的颜色啊 像刚才我用的是最左边这只 它是比较浅的 然后我们用其他的颜色 往上去叠加 然后让它出现立体感 这个 这种方法呢 就叫做 这种叠色 我们在重的地方叠 阴影的部分 阴影的部分 加一個結構 加一點 如果你想要重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點藍色也可以 如果你有那種普蘭深藍色的話 加一點藍色也可以 加一點褐色也可以 我看上一段時間大家畫這個彩籤 性質很高 然後很多朋友都專門去買了彩籤 我在這邊疊點藍色 它是不是也可以讓它暗部更深邃一些 然後立體感更強一些 你看我剛剛把這個腿這個地方畫的很直 我給它加一點點弧度 加一點弧度是不是更好看 是不是 這個地方呢有一點弧度是不是更好看 好 改一下 然後 接著塗它的背 我用了這三個主體色 由淺到深 你把你的綠色系的都長出來 先塗淺的 然後再塗深的 逐層叠加 就要叠色 做一個漸變效果 然後這樣勁比較大 越往上勁小一點 你看我現在做的是有意識的啊 讓後邊這兒亮一點 然後前面這兒呢讓它稍微的暗一點 我是有意識這樣做的啊 然後呢我要用藍色把這個地方 塗得再重一點 做一個漸變 好 然後你再去提這些花紋 剛剛我們畫的那些花紋 用那個熟褐色再把它提一提 這不又出來了嗎 這些花紋 注意啊 然後上面啊 靠近上面靠近天光的地方 顏色呢就重一點 下面呢就可以 就是說 這個上面啊 它淺一點就靠天光嘛 然後然後往下走 是 就越往下 特別是肚皮下面這些地方 它就比較 比較淺一點 然後加上它的固有色 這個本身呢 它的肚皮有點發紅 我故意的啊 你看這個顏色呢 靠著這個背 把它稍微輕一點 那這樣啊 多加兩次它有顏色重 這個遠一點 離我們遠一點 近時遠虛 這個地方呢 稍微虛一點 在每個小方塊裡加一個點點 看它是不是基本出來了 嗯 嗯 是不是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 現在我覺得這兩個 觸角太壯了 因為剛才我們直接拿彩鉗畫的嘛 你要拿鉗筆畫就不會留下這樣的痕跡 讓大家看清楚 我直接用彩鉗畫 好 然後我們 好 找硬一點的紙去畫它啊 能夠多次修改 好 你看 這個 這個頭狼不是就畫好了嗎 然後我們加上一點點陰影 我們用紫色啊 給它加一點點陰影 好 我們給它加一點點地面 把黃色為主 挺固 大面積啊 然後這個黃色的土地上應該還有一點點 小草吧 對不對 對 加一點兒 疊加一點兒 哎 對 然後應該還有一點點 嗯 這個枯葉的草吧 還有土地的顏色 還有土地的顏色也加一點 還有土地的顏色也加一點 整個螳螂 它在地面上有也有陰影的 有陰影的 我們淡淡的給它畫出來一個陰影 頭在什麼地方 大家看看在這兒 我們假設它的陰影 它頭的陰影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們這兒給它加點紫 你想一想 它 它的身體呢 應該在啥地方 它身體呢 啊 應該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它陰影應該在這兒 然後它的這個腹部的陰影 應該在呢 應該在這兒 對不對 哎 淡淡的給它拉一下 那有個虛虛的 遠遠的 近時遠虛的虛過去 看 這樣虛過去 整個螳螂在地上的倒影 是不是出來了 好 除此之外呢 這個地方呢 這兩個刀 雖然沒有直接挨著地面 在地面上 應該也有一點點陰影吧 這樣下來 好 整個畫面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對不對 嗯 好 時間差不多到了六點鐘 啊 我們在一起畫畫的時間又結束了 我們要在旁邊給它加上一個 花卉 這個花卉呢 我給大家簡單說一下怎麼畫啊 那就會畫了啊 簡單說幾句就會畫了 這個 這個是這樣畫的 你找三支筆就可以啊 三支 三支筆 然後葉子呢 給大家以前講過 葉子用的是 壓痕筆 我們的壓痕筆 用壓痕筆來畫它 好 好 這壓痕筆 在嗎 呃 葉子用壓痕筆去畫它 然後這個 先說這個花吧 先說這個花 用這個 看這是一個是用費了的圓珠 呃水筆啊 我們用它啊 葉子就這樣畫 壓痕筆 直接用壓痕筆畫就可以 給大家再說一次 給大家再說一次壓痕筆的用法 好 好 然後你看 直接用壓痕筆畫就可以啊 這樣呢 你得你就會得到 葉子上的紋路了 對不對 直接就葉子上的紋路就你把它壓進去了嗎 拿種色更明顯 它就出來了 那有朋友說了我不想要這個痕筆 這個壓痕是白色的 我想要這個壓痕是黃色的 因為 因為這個葉子 它中間這個突出來的地方 它是 它是它是什麼顏色的呀 它是 它是黃色的 那也很簡單 我們先用黃色 黃色藍啊 先用黃色 把這個葉子的這個結構呢 給它 畫出來 或者用淡綠色啊 我覺得大家清楚 用的是黃色啊 現在你再去用壓痕筆 再用壓痕筆 你看 你看 你把它兩個對比一下啊 這個新型的葉子 好 你看現在我這個壓痕是什麼顏色的 就不是白色的了 它是什麼顏色的 是不是 這樣你就得到了一個黃色的壓痕 懂了嗎 這個是這個這個壓痕筆用法啊 這個 葉子是用壓痕筆畫出來的 然後我說這個這個鳥花啊 鳥花呢 像一個狗尾巴狗尾巴草的樣子 但隨風飄搖 特別可愛啊 簡單說一句啊 好 然後把這個它的形狀畫出來 然後圖 聽圖啊 那個葉麥怎麼出來的呀 還還沒看出來嗎 葉麥這不是一個水筆嗎 就是我們的壓痕筆 它沒水的水筆 這個沒水了 就比如說我我在那個群裡說過了 這樣說啊 如果我們這個厚厚的這個紙 像一塊土地的話 然後我們滑過去 我們這個筆滑過去 大家可以看見 你在這個紙上留下凹槽 可以看到嗎 可以看到嗎 這個凹槽 就會在紙留下 就像拿鐵線挖了一條鉤一樣 在這個紙上 你不是這個紙就出來了嗎 啊這個出來了嗎 然後出來了之後 你想要白色的這個鉤 白顏色的這個鉤 你就拿其他的顏色直接塗就可以了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有時候需要這個白色的 啊你看 這樣平圖 它不是又出來了嗎 出來了嗎 是不是出來了 但是我想不要這個顏色 我想要一條紅色的線 我想要紅色的葉麥怎麼辦 我我還要用這個壓痕筆 同樣能做出來 我要用一片紅色的葉子 要一片紅色的葉子 比如說 我要一條紅色的這個壓痕怎麼辦 平圖 先把它平圖完 然後再上面壓 那麼 那麼待會兒 我拿另一個顏色去塗 看這個葉麥是什麼顏色的 這個葉麥不是變成紅色的了嗎 這是它的兩種用法 壓痕筆的兩種用法 一種是這個線是白色的 一種這個線是彩色的 彩色的時候 你需要用彩色去打一個底 然後再用壓痕筆 這個聽懂了沒有 這兒聽懂了嗎 這個我們可以用秋天的葉子 就可以這樣說也沒聽懂了 怎麼說也沒聽懂 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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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他也 我們 你比如說我們小時候玩那個遊戲 下面有個錢幣 你這樣憑著圖 那個錢幣上的圖案 不是會出來嗎 這跟那個是差不多一樣的 是不是 就沒有別的了 那個兩花也是這樣 就這樣 把它塗一個底色 然後把暗部加重 用一個中間色再去調和 就畫這小圈 上面一個小圈小圈 跟那個狗尾拉草一樣 一個小圈小圈的 然後把它暗色加重 他就出來了 這個就這個兩花 很簡單 這個兩花 代表秋天的 聽不懂咱們群體再說吧 已經超過時間了 聽得懂 聽得懂 啊 就就一個壓痕筆 就這兒用了壓痕筆 就這個 就這個葉子用了壓痕筆 其他地方我沒用 這有個螳螂 這螳螂也也不難化 我們課堂上就解決了 是不是啊 你看 你看 你還有哪裡不不那個 我們在群裡再說好不好 這節課已經 呃差不多了 好不好 謝謝老師 那對呀哈哈哈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麥老師 嗯 有一點 那個 好 再見 朋友們再見 啊 有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群裡再聊 好吧 我先說 我先說 我先說